今天是10月30号 我的银杏树也开始叶子发黄了 这棵冬天开的花也开始开花了 姑娘果的颜色是越来越漂亮 还是这个绣球花最好 多几个月了还一直在开 颜色越来越漂亮 现在法国就是到处都是这个鲜克莱 野生的鲜克莱不大 不过非常到处都开的开满的鲜克莱 秋天到了到处都是落叶 我一般会把落叶一部分放在鸡肥箱里边 如果太多的话我就会直接把它放在冬天不种菜 不种花的地方 我会从湖边挖一些土回来 把它覆盖在这个叶子的上面 覆盖一层 然后再覆一层叶子 然后再覆盖一层 明年就会非常好的土 就像在自然界一样 学着自然界的方法 所以每年我很少埋土 埋土主要就拿来育苗 如果不育苗的话一般我都用这个方法 所以我这儿的土原来只有一点点 越垒越高 而且非常的粗 如果有更多的落叶 就可以再堆成落叶 再蓋成土 大部分的苹果我都摘了 流了这么一些 首先呢 因为这儿阳光不是很足 再一个呢 我也想看看这个苹果 到底保持在树上 能保持多长时间 能到什么时候最后再摘 如果知道的话明年我就可以 知道什么时候摘这个苹果了 后天就11月份了 你看 我的这个树梅还一直都在接 所以一直都可以采在这吃 在我这个花园里边我种的菜 也长得非常好 尤其是生菜 这棵生菜是原来的种子 掉在地上 发了一个特别小的苗 我就给它移到这儿来 也长得特别大了 这些小种子是 又掉下来的种子 又长的小生菜 莴笋也越长越大了 这个红色的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也许是红油菜 青菜 长得好像太密了 红油菜是完全可以吃了 现在 姑娘果 估计是吃不上了 一直都没有变黄 菠菜是长得真不错 过段时间可以吃了 这盆绣球花也是一直都 颜色还特别鲜艳特别漂亮 哇 茶会儿开始都开始 好像要开了似的 好像不对啊 应该明年再开 这一大片蔬菜 这一大片蔬菜 看着也非常的喜人 顺机勃勃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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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